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几次想信息 一分钟与大家分享的是喜乐 我们需要喜乐 而真正的喜乐从哪里来呢 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 二十一节告诉我们 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 这里对比了两种的喜乐 地上与天上 有什么差别 地上的喜乐是因着情绪感受 天上的喜乐是在圣灵的感动 地上的喜乐追求成功 地上的喜乐追求成圣 地上的喜乐在挫败中会逃避 地上的喜乐在挫败中会感恩 地上的喜乐会随着环境而变 地上的喜乐可以存到永远 我们要问这份天上的喜乐从哪来 二十一节正当那时 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 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 第一我们要认识天父 认识天父的慈爱 我们可以呼唤阿爸父 得着儿子的恩典 谈将来到神的宝座前 认识天父的主权 因为他是天地的主 他的智大 智能智可谓 掌管万事的主宰 认识天父的美意 是的 神的美意 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子 平安得胜 并且神把这些事 天国的事像聪明的通道人 藏起来 下婴孩就显出来 我们要成为婴孩 意思是 完全信靠 一无可靠 唯独倚靠 谦卑倚靠上帝 并且我们可以有个行动 大力称颂 父啊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 本是如此 起来感恩赞美 赞美的时候 一切恶者的势力 要完全地离开 上帝渴望把天上的喜乐 赐给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 认识天父 成为婴孩 我们来祷告 我求主帮主 每一天认识你的慈爱 主权美意 选择信靠称颂 如同婴孩 得胜 得利 奉耶稣的名 阿们